诗篇二十篇第一节 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运你 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 我们今天就开始看诗篇二十篇 完了第十九篇 在这里就一开始标题 就是大卫的诗教育领掌 这篇诗也是同样可以歌唱出来 大卫他继续写不同的诗篇 在这里第一节 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运你 在这节经文 大卫是肯定了 日子不是平静安稳的 在这里是会遇到一些患难 这些不是那么好的日子 在希伯来文这个遭难的日子 其实可以普遍来说到那些有麻烦的日子 你各样的麻烦 比如你生活上 在家庭上 工作上 未必一定是遭到很大的患难 比如我们今天 你也会有很多的麻烦 在这些麻烦的日子 愿耶和华尚主是可以应运你 这个应运就是有一种的回答 就是好像是你在麻烦的日子去祷告神 神又会有个回答答覆你 就是好像英运了你的祈求一样 然后呢 后面这里他就说 愿名为瓦角神的高举理 神是瓦角的神 就是以色列的神 在这里特别的高举理 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意 也都含有一种保护的意思 就是在神的保守里面 祂不单只是高举你 让你能够得以高升 特别是神亲自的来到去保护你 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卫 祂自己是经历了一些麻烦的日子 祂也都经历到神 是高举祂的时候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自己 怎样去经历神 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怎样去倚靠神 让神 在我们一些遇到麻烦的时候 我们向祂祷告 我们经历到神 那个的英运 我们也都 去倚靠神的时候 让神 去保护我们 去高举我们 让我们能够 可以 过得性的生活 所以这些经文 其实对我们都是一个 在生活上 是很重要的 让我们学习 谦卑 倚靠 仰望神 亲爱的天父 我们都是感谢赞美你 最后当我们进入诗篇 第20篇的时候 我们真的愿意 好像大卫一样 我们去倚靠你的时候 我们经历到神 你自己的作为 让你高举我们 你保护我们 让我们能够 靠主 来到去得性 荣耀你的名 祈祷奉主名求 阿们